欢迎大家收听焦土克Just Talk 我是主持人QQ 节目今天呢 想要先跟大家讨论一件 我觉得还蛮具有纪念价值的事情 就是捷运2.0 台北向前行 台北捷运通车20周年 其实我蛮意外 台北捷运已经通车到20周年这件事情 因为你看看台北捷运 它的干净度 让我觉得它一直都还是新兴的 再加上它一直其实都有新的路线的开发 像是最近最近最新的话 应该是松山青年线吧 还是 哦哦哦好像是在 蓝线的后面一点点 想一下哦 好我想不想你的名字 好总之因为捷运它一直有在 新的路线出现 所以我一直觉得捷运是一件很新的事情 而且它20周年就算下 其实就只有小我一点点 我真的没有印象 我小时候第一次坐捷运大卫是什么时候 但是人生中最有记忆就是坐去淡水 就是我最小 只有小时候第一个 对坐捷运这件事情的印象中 好像是这个样子 而且还是其实是从照片里面看来的 就是叫我突然想起来 哦那时候跟谁一起 好像想不太起来 但是看照片就哦 有这件事吧 应该是有这件事吧 好那捷运呢 它在民国八十五年3月28号的时候 是第一条捷运木炸线真实铜车 那就到现在就总共有20周年了 捷运木炸线原来是第一条 大家可能因为比较长 大家通常都是板南线或是淡水线吧 所以大家不会觉得第一条会是木炸线 好不要讲那么多 那捷运他们就是有办了一系列 一连串的庆祝活动 包括了发行五个颜色纪念的token一日票 然后野餐音乐会啊 328 寿星纠客免费搭捷运 中山幸福街嘉年华 等等等等的活动 那我自己是对五色纪念token一日票 觉得非常有兴趣 就是大家知道token是什么吗 就是嗯 哦你当假如你搭捷运的时候 没有悠悠卡 然后去那个售票机买 就那个圆圆的 那个蓝蓝的那个 它就是算是token 就是代币的意思吧 就是通常代币 大家也不 就是搭捷运就是逼进去 然后出来就投进去了 其实很少会有人把token带出来 然后他这次是 嗯 发行了五种纪念颜色的token 然后他是一日票 就是因为捷运总共有五条线 咖啡色的 就是木炸线 好他们称为中线 我习惯叫它咖啡线 红线 绿线 蓝线 橘线 总共五条 然后他们就出了五种颜色 就以上这五条线的颜色为主 然后这个一日票啊 它会在 嗯 从3月19号开始 就连续五个礼拜 星期六早上9点开始 就是在 注意只有五个点 只有在中校复兴 中山 西门 松江南京 还有台北车站的五个点限量发行 而且 受完为止 不是说 今天一整天买都会买得到那种状态 当然就是要限量才会让大家觉得很 很 很需要去抢 而且我自己对token其实我觉得蛮有经验价值的 虽然说它是一日票 然后一张就是每一颗token都要150元 而且我觉得能收藏的东西是150元其实还好 像我之前有去多伦多的时候 那时候搭他们的地铁啊 就是它也是 它有很多种买票的方式 那我那时候就看到有token 我就是想说 哇哇有token耶 就觉得很酷 因为其实 要不是去了多伦多 不然我也不会知道token是什么东西 就是也想说 台湾的那个蓝蓝 那就是票 那就是票 然后到了 哦应该说台湾这是塑胶一个小小蓝蓝的 我觉得其实纪念价值跟多伦多比起来 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重 因为多伦多他的摸下来的材质不是塑胶的 然后这金色啊银色啊 看起来就更像代币 这看起来会让人更想要收藏 好希望大家 嗯 不要跟我去抢token 因为我真的对token收藏还没有 蛮有 嗯 蛮越越意识 越越意识 那另外一个我自己觉得还不错 就是那天 寿星 找一位朋友一起去打结语你的话 你们可以免费通常招待 网路上是写说寿星当天就凭身份证明文件 像你的身份证件保卡 或是驾照证本等等等 就是可能到柜台吧 跟他出事 他就给你 我不确定他会不会给你一个 证明文件之类的 总之就可以免费 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我脸书就看了一下 就发现诶 我既然没有3月28号这天生日的同学 既然没有免费的车可以卡油 所以假如听众们听到的话 欢迎你们去找朋友一起做 或是赶快刷你的脸书 看到底有没有就是这天生日的朋友 可以特别跟他约一下 说哦 帮你过生日啊 其实就是心有另外的计划 心怀不轨 心怀不轨 好啦 那这边就是捷运2.0台北向前行的活动 纪念台北捷运20周年 真是想到这件事情 真是觉得很不可思议 那再来呢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聊聊的是 台湾的影展 台湾大大小小影展林立 就是一年下来 其实办的影展啊 只能说是你不知道 不是说台湾真的没有影展 像网路上就有帮大家统计了 台湾的十大影展 请听我威威道来 台湾十大影展 这是大家投票出来的 或是网路上这样搜寻的热门程度 统计出来呢 有台北电影节 金马影展 纪录片影展 高雄电影节 酷儿影展 女性影展 儿童影展 男方影展 游牧影展 还有金马奇幻影展 这十个影展 不知道各位听众们 有没有听过 或是甚至你有去参加过 像QQ 因为我是学影像相关的 所以其实我以前就对于影展 是相当相当的热衷 想说可以用比较比普通院线电影 像平常到那边看电影的话 一部电影就要花个 至少要花两百块 这是对于一个学生来说 是一件负担很沉重的一件事情 那透过影展的话 虽然说你看到电影 不会是院线电影 但其实有很多 不会上院线电影 会让人更觉得更加的比较特别 而且看了会跟普通 原本会上院线电影比较起来 我觉得是另外一种不同的视野 这样讲是好像讲得有点太 too over 有到那么太夸张吗 其实这些电影节啊 它就会在你身边 一直默默的就 今年举办了 明年举办了 这样一直这样一直这样一直这样 一直这样举办 那台北电影节的话 通常是在暑假的时候举行 那因为是台北电影节 它常常会邀请到蛮多 蛮多艺人 就是一些很有 很知名的演员 担任他们的 担任他们的形象大使 像去年形象大使 我记得是张荣蓉跟莫子怡 那今年的话我还不太确定 那金马影展 像之前节目就有邀请学人 一起来跟我们聊聊我们那时此刻 那我们那时此刻 这部电影其实它原本在金马影展里面是 原本是以 原本它叫做那时此刻 然后是以金马奖的电影们作为主軸 就是更是以金马奖来当作它积木片的主题 那它之后才把它扩充成我们的那时此刻 就加入了很多台湾其他的历史事件 那金马影展 不小心讲太远 金马影展它就是更国际性 因为它会邀请到两岸三地 然后就是所有说华语的影员们来到台湾 就是聚首 然后比赛 然后它的里面展出来的电影 我觉得跟台北电影节的风格又不太一样 它又多了 我觉得是多了更多大事的作品出现在这边 然后也是有很多很好的电影 它会在台北电影节被播出 被展出之后 甚至它得了奖 然后之后到了金马影展继续发光发热 像是去年 我觉得很印象深刻的电影就是《醉生梦死》 它在台北电影节 就是得到很好的回响 那在金马影展的时候 金马奖的时候也是一样是这样子 那就是在最近最近 它最近最近要举办影展呢 它是 据说它被称为是小金马 它是金马影展的 好朋友好朋友 它是金马奇幻影展 就多了奇幻这两个字 它可以跟金马影展做出很大的区别 它比金马影展多了 比较多了恐怖惊悚推理 或是一些所谓的写点电影 就是让大家 看起来 我觉得多了很多黑色元素 会大家觉得 好像有点比较特别 就可能它写本很多 或是需要心脏好一点的人去看 我自己是这样子认为啦 然后就是比较迎合 比较多小众的口味 但是虽然是这样讲 但还是有很多很热门的商业片 会参杂在里面 而且他们也会每年就特选一位导演 金马影展也就是 所有影展都会 通常都会以一位导演 作为他们今年主要 要介绍给大家的 像今年的话是要介绍给大家 班尾特利 那我之前有印象比较深刻 就是他介绍了 有一年 有一年他介绍了那个 欢迎来到布达佩斯的导演 突然想起来 然后这部电影 我自己在影展上面看 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喜欢 然后也就因为看了这部电影之后 我就回去 突然就是在把 其他这位导演 他其他的电影 整个翻出来 哦他叫维山德森 我真的 看了他这部电影之后 回去看他其他电影 就觉得哇真的是很酷 而且就很喜欢他的味道 然后因为 然后因为这个活动呢 他其实有一个 很特别的地方 这一部电影叫做 洛基恐怖秀 那洛基恐怖秀 他是每年都会在影展上面 固定放映的 但是为什么 因为洛基恐怖秀这部电影 他其实是算是 美国经典 百大电影里面的其中一部 那这部电影呢 就是刚前面有提到的 就是 偏 写点电影 或是B级片 然后因为这部电影 他听名字叫洛基恐怖秀 但他一点也不恐怖 我觉得是非常的 荒谬有趣 然后他也会邀请 很多的 观众们一同共襄盛举 大家可以在他的 电影播放的时候 一起唱歌 或是一起跳舞 然后也会有演员 就是 伴作里面的角色 出来跟你一起同了 我之前有看过一次 那个电影 然后我觉得 非常非常的好玩 所以 每年很多人都在 抢这个的票 而且他们一直也说 哦 这是最后一年放映了 殊不知 今年又要再放一次 所以有机会的话 听众们可以去 抢票来看 虽然我不知道 还抢不抢得到 但是因为 金马奇幻影展 他其实还是 非常非常新的影展 到目前其实也才 到今年是第七届啦 所以他还有很多 很多的不同的 嗯 不同的面向 可以让大家慢慢的 去探索 那今年我觉得 很酷的就是 他还邀请了 冰雪奇缘来到台湾 我之前是有在美国 看过冰雪奇缘 就是跟着他 有种电影 其实叫Sing Alone 就是跟着电影一起唱 那今年他们就是 引进了冰雪奇缘 然后就会有歌词在下面 因为他主力曲 Let it go 甚至是里面 其他的歌曲 都非常让人觉得朗朗上 好像是 Do you want to be a snowman 等等等 然后这次就是有机会 你可以真心的 看着电影 一起唱歌 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 因为那时候在美国 迪士尼的时候 看冰雪奇缘 天啊 可以唱歌 真的超开心的 然后因为附近的 不管是小孩啊 大人啊 就是听到 冰雪奇缘里面的歌曲 然后每个人都是 唱得非常非常开心 而且难得你也有机会 可以在电影院里面 边看电影 边唱歌 所以就是我觉得 他跟着唱的这个单元 其实是蛮特别 蛮好玩的 那金马奇幻影展 他今年的话 是会在4月8号到17号 在台北举行 然后因为他就是影展 他不像金马奖 是金马奖和金马影展 就是有一点点相关 他金马奇幻影展 他就是纯属 就让大家来看电影 然后就是 这来这 这这个区间之间 他就每天电影 这样一直播 一直播 一直播 像我以前的经验 就是可能 早上去 然后下午 再看 然后可能晚上再看 就有甚至有可能 因为为了要看好看的电影 就在那边待了一整天 但是 有时候 在那边看了那么多电影 会觉得很累 但是因为真的电影 非常非常多 然后每次翻开那个手册 像现在是有 有电子版 或是有书面 就是有本本可以拿 然后我每次翻开那本子 就折了一堆折角 然后觉得 然后算一下 算一下时间 这个不行 冲倒了 这个不行 冲倒了 这个好像可以了 然后再算一算 那些钱 超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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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 因为预算 一部电影好 他电影票 每年价钱都会不太一样 但是 好 就算一部好像一百 快两百块 然后你看十部 就是快要两千块 这也是一个 不小的开销 所以对于看影展这件事情 有时候会觉得有爱有恨 就是哇 突然 这个月的消费金额 就是支出都多了 快要两千块 然后时间 就是很多时间都被电影 看电影卡住了 但其实 也是会觉得乐在其中 因为 看电影会让自己得到 很不同的 就是看到不同的世界 然后学到不同的事情 而且会用不同的角度 去了解 不同的国家 或是不同人的心情 所以我觉得 看电影非常非常好玩 非常非常非常有趣 而且金马奇幻 我觉得相较跟 金马银展比起来 就是 多了很多 平常看不到的电影 然后金马银展 其实也是很多 就是风格不一样 啊 就是风格不一样啦 所以你看金马奇幻 就看到一些 更有趣的东西 所以非常非常 推荐给各位听众 希望各位听众 有兴趣 可以去金马 奇幻银展 买票看看 或是去现场 去现场抢票 就是有些人 会在墙上贴 就是影迷交流区 就是有人 哦今天突然不能看电影了 然后就把票贴在那边 然后希望有人去 拿 把它带走 或者是 有人就是在那边 希望可以换票啊 或是在现场售票 等等等等 就是有机会可以去 去那边看看 而且因为 跟大家一起看电影 就有一种 被 被洗脑的感觉 因为我就觉得 大家会 一种带着很期待的心情 然后浑浑噩噩的 然后就是走进去 然后出来 就会有一种 诶 我怎么又回到现场世界的感觉 就是去看电影 就是一种 去不同的旅行 像我之前就说 一天看三步 就等于看了 就等于就做了三段旅程 就非常非常累 但是也觉得 非常非常非常的 幸福 相信大家可以感受到 对于电影的热爱 换个爱心 那我们节目今天 Just Talk 我是QQ 我们今天在那边 告一个段落 希望大家有兴趣 可以去看看影展 看看电影 就这样 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